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星期国内基本海鲜的批发和零售价格 根据当局官网数据显示 截至11月份第一个星期 以市场零售价来说 最贵的并非金木炉而是白昌鱼 售价为每公斤42令吉25仙 最便宜的海产则是尼丘 平均每公斤8令吉05仙 至于当红的主角金木炉 在10月的价格最低为每公斤19令吉29仙 进入了11月份后则稍微涨价 为每公斤19令吉57仙 另一方面 TFM摄影记者在走访本市菜市场跟鱼饭了解后得知 古近市场都有售卖野生和养殖的金木炉 一般消费者会比较喜欢选购野生的金木炉 但是基于货源不稳定的缘故 因此市场上多数出售养殖的金木炉 其重量多为1公斤以下 无论如何 重约7-8公斤的野生金木炉也很常见 家庭和经营餐厅的商家都会购买 一条金木炉鱼要价将近1200令吉的事件 在网上扎开了锅后 它的营养价值也引起众人的关注 向来推广健康知识网页的大马公共健康 则立刻在脸书贴文说明 金木炉鱼富含各类营养 其中包括Omega3脂肪酸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不过金木炉鱼就像其他任何食物一样 必须适量食用以免危及健康 另一方面 渔业局也教导民众 该如何辨认人工养殖和野生的金木炉 并由民众自行定义是否物有所值 大马渔业局在脸书发贴文表示 由人工养殖与野生捕获的金木炉 因为生活环境与习性的区别 所以金木炉的形态和营养成分上是有区别的 在形态上在人工养殖场所孵化和繁殖的金木炉 由于净氢繁殖之故 其身体会出现切线 如尾其弯曲 反而野生金木炉的净氢繁殖几率低 因此减少形态上出现切线的几率 至于在营养成分上 人工养殖和野生金木炉的脂肪酸含量也有差别 根据西马半岛东海岸所养殖的鲁鱼 其脂肪酸含量要高于野生群种 此外渔业人士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 野生捕获鱼类的营养价值 绝对会比人工养殖的鱼类来得高 不过无论人工养殖或者野生的金木炉 在价格上其实相差不大 因此烹饪价格与批发价没有关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踏入11月份我国进入东北季后风季节 将迎来雨季直到明年1月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渔船将减少出海捕鱼 海船随即也会有所减少了 许着政府在10月初 允许国人自由跨州和逐步开放国内旅游后 许多著名景点在假日迎来大批游客 虽然说景区的东西会因为多个因素 价格比普通市价来得高 不过游客也要做个精明的消费者 这样才能有一个愉快的旅途 同时在出游期间 每一个人都不能有所松懈 在防疫的路上依然要做好每一项SOP 并且应该自备跨州DIY及旧箱 谢谢收看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